大家好,我是你们来自非洲的朋友 现在门外呢 好,我给他开门 我给他开门等一会儿 这好像是free people 挤给我的裙子 好遗憾没有在去泰国之前收到啊 穿上试试吧 这个呢,是第一条 前面是完全露出胸的 你们知道我这个人如果没有暴露一下的话 就会感觉浑身不舒适 后面呢 是露背的 好漂亮啊 我喜欢这件裙子 这是第二条裙子 也是一条长裙 不知道为什么free people 的裙子 非常非常适合 稍微晒黑一点的女孩穿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所以把最后的一部分 刚才自己在家补拍完了 现在是半夜十二点 我正在剪辑一支 下周一要发布的 身料的视频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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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恼 见不出来了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二的上午 我穿上了昨天刚收到的新裙子 今天一大早上起来 就接着昨天半夜的剪辑 唉 点进展仍然不顺利 剪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到底是要有多努力 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啊 现在呢 我要出门去找寒夏 我们有一些工作的事情要商量 好多朋友问 说喷嚏到底更不更丝啊 嗯 我觉得 今天好漂亮啊 就是可以有一个队伍免费给他拍 酸甜香辣 对 忘了跟大家说 现在我呢 和我的这个好友 坐在对面那穿蓝衬衫的这个 哎 你可以露脸吗 看一下他的菜好了 对 然后我们现在在一个素菜餐厅 这是一个素食的那个 sashimi感觉 昨天是三点睡的 所以今天正去早一点睡 来给大家看一个限制剂的画面 看我身上晒的这个印儿 喂 哈喽 你好你好 好 好 我先逐一回答你的问题好了 就是关于这个视频把控的话 其实我 我能理解他的初衷 其实我也挺希望可以加大把控的 我就关于手机本身 他能不能有一些小的资料 可以给我看 就是他这个手机大概参数什么样的 行 喂喂喂 大家好 周六聊天 第一次跟你们解密这个录周六聊天的过程 其实没什么秘密 你就是拿一手机 话题的话呢 一般会是我提前想好的 然后我会交给我的助理去 给我做一个research 每次会有好多片 我会提一些问题 他也会帮我补充一些问题 然后我想看到 除了我自己的见解 别人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感觉 陆周六的聊天变得 压力越来越大了 因为这东西是直接跟数据相关的 比如说 我做一个为什么中国女人需要撒娇 这数据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我也会想说 为什么这期说的好 我都干了什么 以后能不能都向这期去学习 但是到后来有时候也非常容易钻牛角尖 anyway 没有时间说这么多了 今天时间非常紧张 我要赶快把这周聊天给录了 大家好之后聊天 这周呢 我们跟大家聊点贴心的 录完了 每一次录完了之后都觉得自己可以说的更好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话题 是不是说的不像在聊天 anyway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生日礼物 张一鸣你在看吗 我想显摆一下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真的是送到了新坎里面 送给一个女酒鬼 多少度啊 43度的酒 给你一个档 这是下周一要发的视频 还没有剪了 而且现在觉得剪得很不好 有好多要改的 2014日 我为什么要看这个视频呢 就是我的老朋友Vice 邀请我明天去采访Ruby Rose Ruby经常让女性困惑自己到底是直的还是弯的 嗯 啊好好好 挺会设的 她应该挺会设的对吧 电影和电影角色 女性气质的理解 然后电影中女性呈现 要不要给女性的类型代言 还有一个咱们刚才说的卖着 就Go Power这个是吧 至少也选择三福天还得骑车 是因为 真的打不着车 哎我刚看有出租车 算了最终还是躲不过这个命运 我今天穿的裙子特别短 我一骑过一整块大屁股都露出来了 今天一天就要打仗一样 五点半我是读书的时间 我必须得把这25页读完 我要招一个制片人和制片助理 然后韩真的特别美 骨子里的 我跟老韩刚才完成了我们人生第一次这个音频直播 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我说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 我发现直播还是真的是跟自己平常录不一样 因为自己录的话还能剪 就是说的这句话感觉有点后悔 就已经没有后悔要 没有 就没有后悔要了 哈喽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 你点餐了吗 妹妹你的鱼鬼好哈啼 什么表情什么表情 哎这个我知道这是在英国买那小村 明天的话我大概要 可能五六点钟起床吧 因为 关于采访那个 Ruby Rose的东西我今天还没有全部都看完 现在是早上八点多 我今天是六点起床的 推荐一个很好用的摩斯 怎么办我这个眼带 你看我这个膝盖是不是真的就是黑人的膝盖 真的 真的就是黑人的膝盖 哇哦 看我的脚和膝盖 哇哦 这个是一会儿我们的采访场地 摄制组的人很早的来这里已经把光都补好了 就是可以基建的地方了 还有大概半个小时他就来了 完蛋了现在最新现场的消息我们被放鸽子了 对 Ruby说自己感冒特别严重 不想来摄降 他真的不来了 真的不来 为什么就是因为感冒 对 他就直接把 摄会儿见了会儿吧 感到脚了 我们这个VICE的朋友们真的是四点多就起床 五点来这不景 现在是大概九点多 九点半 然后 Ruby决定不来了 说实话这是我遇到过第一次 我第一次 对第一次 对 把Ruby给点了 把他给点了 把他给点了 Ruby Rose We remember you OK 被放鸽子之后回家了 收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箱子 应该这是W Concept给我寄来的衣服 因为我这个回衣服的第一周 要给他们拍一个视频 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些衣服不是给我的 我拍完之后还得给人寄回去 第二套衣服 小剑 想跟我一起出来喝杯酒吗 Look 3 Look 4 这身其实 是我目前最喜欢的 Look 5 这事的台词就是 嘿小孩 小孩说你呢 小孩 把兜里的钱都给我翻出来 听得没啊 这片 要认清你终结 都是我爱吃的 自从我吃素之后 我妈是换这样的给我做饭 我也在家吃不了几顿了 这周日我都飞走了 明白你这是想拍单独一集一集 一小集一小集的是吧 嗯 嗯 哇哦 收到了EJ给我发来的一个包裹 哇哦 是咖啡豆 太开心了 我看天气预报说这个全球都高温不减 我马上要回英国 伦敦居然都可以燃烧到38度 创了这个历史新疯 其实我觉得这情况听起来并不乐观 要一个冰美式 AWXM那个脚本锅 因为今天我都已经不算到这次出国费用里面了 因为本来我自己还很想挑VD 好久不见 真的太快了 我还看你上次给他们拍的片子 就是拍那个黄冠那次 大家好 忙了一天我现在该打包了 有把你们吓到吗 大家好 大家好 你们看得出来我要干嘛了吧 打包行李 这次打包行李 任务非常的近距 我飞到伦敦之后 待两个星期的时间 就要飞到San Francisco 参加今年的Burning Man 因为是AI主题 所以呢我们买了很多这种 颇具科幻感的道具 我有点发愁 像这种东西 我到底怎么放到行李箱里面 还是根据我今天就带着他去机场 打包任务太重了 朋友们就让我们在这个周五的晚上 结束这个Vlog吧 我们下 Anders 看见 到这个月 中文字幕里面